第495集 血龙之意能够爆发一些力量 林青玄的银针也已经可以使用了 杀出一条血路不难 关键 这群人是最接近这些上古大能 以至隐瞒自己的秘密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 他不能总是依仗轮回目的的大能 既然那把剑可以束缚神念 那绝对不单单一把 自身实力才是关键 而现在便是最好的证明 叶晨不再犹豫一步踏出 我很好奇 是什么给了你如此大的自信 你背后的剑 还是说你身下的巨蟒 代帅一正 他根本想不到一个入圣境的废物 竟然还敢挣扎 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 带走断雷人的神念 但是眼下 这个青年身上疑云重重 必须调查 他目光看了一眼身边的几位反须境强者 淡淡道 拿下这个废物 要活的 估计那位大能会很开心 是 少主 雨落 三道冰冷的杀鸡 向着夜晨掠去 瞬间化为残影 当快要靠近夜晨的刹那 三把长剑祭出 向着夜晨的丹田和手臂而去 既然不能死 那便只能废了 夜晨没有丝毫具意 跨入入圣境之后 反须境强者对他来说 没那么棘手 想要杀自然可以 他双腿弯曲 在三道剑翼破空而来的刹那 猛然跃起 足足六七米之高 然后 斩龙问天剑 轰然皮下 本命灵符的雷电之翼轰然爆发 这一剑带动万丈雷电 强大的进气席卷 那三人看到夜晨从天而降 携带雷翼 宛如雷神 三人眸子齐齐一缩 这个家伙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恐怖 关键 这根本不是入圣境的力量啊 三人不再犹豫 脚步如震 一道震法汇聚而成 表面更是形成了一道屏障 可是斩龙问天剑的力量足以碾压一切 屏障轰然碎裂 剑气四一 三人齐齐震飞出去 根本不敌啊 他们刚想稳住身形 却又发现 一道残影在他们周身游离 狂暴的雷电宛如绳索 彻底困住了他们 无法动弹 下一秒 三抹血痕几天 在他们惊骇的瞳孔中 血痕不断扩大 瞬间化为一丝血雾 无尽血雾之中 夜沉抬起头 斩龙问天剑直指长发青年 现在 你的自信还有几分 你连虚王镜都没有跨入 不好意思 在我眼里就是垃圾 冰冷的话语响彻 半部虚王镜的存在 居然在一个入圣境小子的眼里 还是垃圾 这说出去也没人信呢 但是夜沉爆发的一击 确确实实震撼了所有人 带帅眉头皱着 傲然的表情中出现了一抹诧异 三个反虚镜就这样 被眼前这个青年轻松的斩杀了 固然有一丝轻敌在里面 但是夜沉刚才爆发的一击 还真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抵挡的存在 关键 他发现这小子仿佛为战斗而生 身上涌动着极其浓重的血腥之味 莫非是昆仑须的杀手 他不再多想 对身后的几十人道 十秒钟 拿下这些废物 是 少主 但是那几十人还未动 夜沉却是已经将真气凝聚于双脚之中 身子腾跃而去 狂暴的寒光向着带帅而去 擒贼先擒王 这个家伙是这群人的核心 一旦斩杀毕竟全龙无首 带帅眼眸淡然 见那个入圣境小子如此不知死活 吩咐道 苍天巨蟒 我不喜欢这种废物 靠我太近 巨蟒瞬间受益 身子一转 那蛇尾猛然向着夜沉扫去 夜沉九天悬崖绝运转 手中的剑轰然劈去 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斩断着蛇尾 下一秒 让他惊骇的事情发生了 他哪怕动用万道剑法劈去 那蛇尾宛如玄铁一般 根本斩不断 唯有剧烈的火星 同时一股强大的反振之力袭来 夜沉瞬间被砸飞出去 身躯重重的摔在地上 一道深坑直接形成 轮回目的的林清玄开口道 徒儿 除了那把剑要留意 那家伙身下的苍天巨蟒 也不可轻视 此蟒就算用再强的零剑 想要斩断也不可能 他的身子如玄铁般坚硬 远比那家伙还要棘手啊 夜沉刚听到这句话 便是看见一道巨大的黑影 猛地砸来 正是那苍天巨蟒 夜沉刚想站起来 蛇尾却已经快速袭来 重击之下 夜沉退后了整整十步 体内瞬间血气上涌 握紧的手 更是穿来颤抖之意 戴帅居高临下的看着夜沉 摇摇头 你不该在我建魂门前狂妄 我建魂门虽然很少关心 昆仑须的事情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如此狂妄 连我的坐骑都能碾压你 又何须我出手 废物就是废物 永远摆不准自己的位置 戴帅冷笑一声 吩咐道 苍天巨蟒 废了这个家伙的手脚 她的话语宛如审判 狂风卷动 巨蟒的身子不断伏下 眼看就要碰触到夜沉 夜沉却是连斩龙问天剑也收回了 这让戴帅的笑容越发灿烂 最后一刻 这小子知道接受现实了 但是已经晚了 就在她笃定要废了夜沉之时 夜沉手指问天 怒吼一声 既然你用坐骑压我 那今日我便让你看看我的坐骑 听到这句话语 戴帅目光落在了那黑虎之王的身上 他的笑容越来越冷 黑虎之王气息固然不错 但是和他脚下的坐骑差距太大了 一头熊虎而已 也敢在我的苍天巨蟒面前来称熊 不知死活 话语刚落 天空居然传来一道龙银之声 龙银声音太大了 整个天地都仿佛震动了 在场所有人耳膜都要震破 不光如此 那苍天巨蟒也是骤然停下 嗜血的眼眸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抹恐惧 蛇化骄 骄化龙 面对神龙 巨蟒又算得了什么 他的血脉之中只有卑微 戴帅察觉到不对劲 猛然抬头 顿时看到雷云之中一道身影 正急速俯冲而下 让他惊骇的是 对方居然真是一条神龙 不是虚影 更是实质 血龙携带滔天之势震慑而下 血盆大口 瞬间将那几十位反虚镜全部吞噬 他们连阻挡的资格都没有 夜晨也有些懵了 什么时候血龙这么强了 吞噬几十个反虚镜强者 这开挂了不成 他甚至发现血龙的身躯几乎实质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 夜晨余光扫到那上千具尸体 瞬间恍然 血龙因杀戮而生 血腥之气和杀戮残念 是他最好的养分 上次在杀戮之地 吸收了百人就强势到极致 更何况现在的上千位强者 他终于明白 段雷人为什么说 血龙远比轮回目的还要重要 这便是理由 吞噬完一切 血龙咀嚼着嘴 缓缓落下 来到夜晨的身前 头颅低下 宛如沉浮 夜晨一步跨出 来到血龙的头颅之上 血龙身子站起 远远高于苍天巨蟒 压迫之感 更是让苍天巨蟒的身躯 不断颤抖 感受到身下的坐骑异样 带帅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险些摔下去 怎么可能 神龙为继 一个入圣境有什么资格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耳边响起了一道淡然的声音 我的坐骑如何 那声音来自夜晨 夜晨居高临下地看着带帅 又道 血龙 我不喜欢废物 靠我太近 他将这句话原原本本地 还给了带帅 此刻的带帅表情猙獰 仿佛蒙羞一般 他背后站着一尊庞然大物 从一开始无数人便万般讨好 何尝受过如此侮辱 苍天巨蟒 斩杀 话还没说完 一道龙吟响彻 犯着无尽血液和杀机 而他脚下的苍天巨蟒 更是猛的下落 直接跪下 竟然沉浮在了夜晨的身前 苍天巨蟒 你怎么可能如此 快起来 夜晨冷笑一声 不用叫了 你 带帅抬起头 猙獰的眼眸仿佛都要爆裂 突然一道狂风袭落 火红长影宛如一柄大剑横批而来 那是一头血龙的尾巴 甚至带着狂暴火焰 带帅脸色大变 想要抽出身后的剑 但是根本来不及啊 他的身躯当场被砸飞 一口鲜血突出 身后的长剑也是在空中翻转 插在了地面之上 无尽荒芜之气散发 破步碎裂 露出了剑身 剑身之上 纹路和带帅身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这便是镇压神念的存在 突然 夜晨发现 他口袋的黑色石头飞了出来 悬浮在天际 难道此剑和轮回墓地有关 带帅显然也是注意到了 那悬浮在半空中的石头 他眸子宛如见鬼一般 这石头竟然和那幅画像上的 一样东西重合 一模一样 此时被有些人称为上古邪物 得此物必死无疑 但是那位大能却将此石信奉为神物 而且是必须得到的存在 不再犹豫 他伸出手 猛地向着黑色石头抓去 眼眸尽显贪婪 一旦得到此石 献给那些大人 他的修为和实力 必然更上一层楼 夜晨自然不可能让对方得逞 对雪龙道 雪龙 接下来交给你了 我要活的 龙吟之声传来 雪龙瞬间向着带帅而去 速度极快 甚至让人无法反应 狂暴的血液仿佛可以吞噬天地 还未等带帅触碰到黑色石头 雪龙便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巨口一张 竟然喷出了一道火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